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前面的时候就讲过这个Taylor Series 这个事实上就是Taylor Series 总结来说可以这样说 如果F是一个所谓的real analytic 则这个Taylor Series就会收敛到这个Fx 而这个Taylor Series是怎么写出来的呢 就是一个无穷次的多项式 x-x0的n方 然后有一个系数 而这个系数完全全就是可以写成 用那个F在x0那个点的n皆为分 去表达出来的 那这个real analytic可能有一些同学还不习惯 事实上是一个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假的名词 它是表示说如果你无穷之可为 然后呢你的Taylor Expansion定理展开以后呢 那个remain term是去向0 那就是real analytic了 那所以基本上什么叫做real analytic 就是这个东西是对的 这两个可以说是等价 那我们就是用一个名词来代表它 那就我们不需要讲那么多了 是不是 所以real analytic等价于就是 F的是等于它的那个Taylor Series的 这个极数的展开式 这个极数会收敛到fx 如果是这个样子 在一个区间 这个区间呢 可以看成就是x0-rx0加r 一个开区间里边 那它就是real analytic on r on这个i 那这种呢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反问题 那现在呢我们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an在这里给定了f an就给定了 没得变 当然呢你固定了x0 这个x0也是固定的 那就没得变 那我可不可以返回来 随便我弄一个an一个数列 我放进去这个所谓的无穷次的多项诗里边 它会等于这个f 等于某一个f 而这个f有多好 我们的问题是这个样子 所以question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反过来看 我们就事实上还没有到question 给定了一个sequence 给定了一个sequence 我不叫an了 我改一个名字 名字叫cn 那我就可以组成一个这样子的极数 这个极数呢 你可以看成就是等于c0加ce的x-x0 再加cn的x-x0n方 加下去 也是一个用c0才组成的一个无穷次的多项诗 是这样子的看法 那我们就称它呢 它就是一个power series 密集数 这个是定义来的 这个是定义来的 就是这样子展开 那我们就问那一些问题了 什么时候 这个series呢 是收敛的 它什么时候是conversion 那如果它是conversion的话呢 我就称 它是一个函数 对不对 conversion它是一个时数 就一个值 那这个函数呢 就会是 一个时数来的 那我就可以考虑它 有什么好处了 这个f 它会不会是可为的呢 它会不会是连续的呢 会不会需要条件 去看这个f有多好 is f good 那我们很希望可以做到是什么呢 这个当然 我相信大家在 维基分那门课那边 应该也碰过这种的东西 那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f' 它 是不是好的 我的f' 是写成这样子的一个级数 那 展开出来呢 就是这个样子 那 好了 那这个级数呢 维分了以后 我这个 会不会是一个很自然的方式来维分 跟limit的一个对换 是我们星期二所说的 维分跟limit 因为原来我的系列是先有这个limit的 加加加到无穷 那现在呢 你这个右端呢 是先维分 先维分再加起来 你的左端是什么 你的afx是先加起来 再维分 所以是这个次序是交换 那这个不一定是会对的 我们有反例是不对的 那 我们就问 这种的东西有没有那么好 那 大概是 就是这个 这两个问题 那首先呢 我们今天呢 就是要关注 事实上我们主要是关注第一个问题 然后呢 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呢 我们第二个问题 当我们了解清楚以后呢 第二个问题呢 就很简单 相对来说是简单 那 我可以告诉大家 那个答案 这个答案呢 这个answer呢 基本上都是yes 都是好的 那就漂亮 而且呢 我们能够做到是什么样子 如果这个密集数是收敛到这个f的话呢 这个f呢 就是无穷此可为 不只是一阶微分 无穷此可为 而且 它无穷此微分了以后呢 它是real analytic的 换句话说 是说 你这个cn呢 这样子弄出来的一个函数 这个cn原来是随便的 我弄出来这个函数 那在某一个范围以内 这个函数 这个微分 在x0那点的nj微分 就是在这个cn体现出来 换句话说 cn就是这个量 这个就是我们这些 我大概要花三堂课 来去讲这个事情 那 所以yes 而且呢 就是说 那个f呢 是real analytic 但是在一个范围以内 real analytic 而且呢 我的cn呢 正好就是我的 正好就是我的taylor series里边的 那个系数 所以呢 这两个是等价的 这个图画就这个样子 等价是什么意思 我有一个函数 我就可以推出一个所谓的密集数走出来 那那个系数呢 完全全 我知道f的话呢 我就知道这个系数 那完全就是f在x0里边的那个值 那现在呢 我们呢 是反过来 我随便给我一个sequence 这个sequence是不是某一个函数 我也不知道耶 我要看他会不会对照着一个函数 那 那我们呢 只要说 他在某一个范围以内 他就是 收敛 而 他一收敛的话呢 对照的那个函数 就是一个时数来的 我就可以称他为一个函数 在收敛的那些点上面 那 而这个函数呢 就是这么好 就是这么好 他一定是无穷之可为 而且呢 他是real analytic 而 这个cn呢 正好就是 代表了他在那个点的值 所以这个是个漂亮的东西来的 那 好了 他怎么样子收敛 然后大家 去年应该有学过什么叫做 收敛半径 收敛区间 那我们呢 等一会呢 也是要去讨论这些东西 OK 好 首先呢 事实上 你看到这个 这个 这个 你随便 一个cn 你这样子一展开出来 有一点他一定收敛的 就是x0那个点 x0那个点呢 你带进去呢 每一项都是0 他就等于c0 所以呢 这个series 是一定有收敛的 起码是x0 好 我应该这样子说 note series呢 是convergence at x0 一定的 那其他点呢 我就不知道 假设比如说 这个ce啊 这些很大 是很大 比如说越来越大的数 大得很厉害的话呢 就算是x很接近x0 我都可以是 这个作为数来说 可以是发散的 简单来说 我 固定了一个x x-x0 比如说是等于某一个epsilon 好不好 一个小数 但是你固定了这个以后 我的ce呢 比如说这个是 epsilon分之一 然后呢 是 两个epsilon平方分之一 我可以 这样这个cn呢 做到它是等于 1加2分之1 加3分之1 加4分之1 简单来说 cn就是epsilonn方乘以n分之1 我说cn是等于epsilon的n方乘以n分之1 那你乘过去以后呢 就是n分之1 那就是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带进去呢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极数 那这个东西当然是发散的 那所以其他点呢 就可能 可能是 就不确定了 就不确定 那我们呢 但是呢 我们发觉呢 有一个理论的架构呢 是可以讨论它 而且是非常清楚的 ok 那 好 那我要进行我的分析了 我们大概有 两三个lama 一点一点的这样子去做下去的 首先呢 lama 5.9 我们上次是知道lama 5.8 如果这个series 我先 我这样子说 without laws of generality 我们考量的 为了简化我们的图画 我先让x0等于0 事实上是一个疑味的问题 那个数学上呢 是没有什么差异的 所以如果x-x0的话呢 我的series就是cn x的n方 n从0到 无穷 n从0到 无穷 ok 如果这个series呢 当我带 一个叫做x1 这个x1呢 是非0的数 是非0的数 那我们知道x1 如果等于0的话一定受炼 但是那个意义不大 因为自动的 那如果在外面有一个点受炼 在 这个是0 比如说x1是在这里 这里受炼 那我们可以讲什么 那那个图画就这样子 如果x1 在x1这点是受炼的话 则 这点是负x1 我说 在这个开区间里边 随便一个点带进去 都要受炼 都要受炼 then series converges at any x 只要它的x的绝对值 是小于x1的绝对值 这个x1呢 可正可负 我不知道 那 所以它的绝对值呢 就是一个 当然是一个正数 在这个正数底下 它的整个开区间 x绝对值小于一个这样子的正数 就相当于我刚才说 这个图画 这个开区间 就一定要受炼 那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 这个 Lemma OK 但是开的 换句话说 假设x1是正的话呢 这个点 负x1 有没有受炼 我不确定 我不确定 但是 这个开区间 就保证 我放进一点点 就保证 它一定熟练 OK 好 那个 证明呢 就巧妙地利用我们前面学过的东西 这个我叫的Lemma 所以事实上是这个小定理 也没有太复杂 好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的 就是如果我这个Series呢 我现在放X1 哪里呢 是受炼 那这个展开出来 当然就是 类似刚才的 那个 写法 如果它受炼 那 一个Series 受炼的话呢 第一个 结论就是 它的尾巴 就是一定要去向0 它是越来越小的 事实上用Cosie Criterion呢 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推论出来 那 它是任意小的 意思就是 我的Term呢 你看哈 这里 我们看成是函数 这个函数是怎么考虑的 大一个X 看看有没有收敛 大一个X 有没有收敛 这个我要强调的 换句话说 我们在Taylor Series的 那个状况底下 我带一个X 看看有没有收敛 用我们之前的语言 这个叫什么呢 就是 Point-wise Conversion 我们Taylor Theorem呢 就是Point-wise Conversion 所以你带进去以后呢 就是一堆实数 所组成的 这个奇数 那这个我要强调 好 回来这边 所以我带一个X1进去 这个Series 它收敛 那就是表示说呢 它的尾巴 这个尾巴呢 这个尾巴就是CNXE的N方 就是这个像 当N大的时候呢 就是去向0 OK 好了 那所以 它是一个 这个作为一个数列来说 它是一个收敛的数列 那我们在这个 我们在第二章 讲数列 收敛数列的时候呢 其中一个要求就是 你收敛的话呢 你一定是有戒 收敛数列 必然有戒 那这个是我们的第二章的第二个定理 那就表示说 这个CE 这为数列来说 是 bunded 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说 我存在一个M 使得呢 那个M是一个正数 使得呢 对于所有N来说 我的CNXE的N方 一定要小于 等于M 那每一个N呢 都要是 小于这个 这个像呢 都要小于这个大M OK 好 那这个就是 我们的 第一步 第一步 那 只要两步 就完了 OK 那所以 我第一个 对于这个 CXE的N方 我有一个 比较 所谓的 充分的了解 那我就可以 进行我们的 那个 最后的 这个 这个目标了 对于所有的X 它小于 XE 那 实际上这句话呢 等价于什么呢 就是 这个XE是正数 那 所以这个分数呢 是小于1 对不对 这个分数小于1 我称这个分数呢 叫做R 那现在呢 我这个X就FIX了 我随便选一个 固定了以后呢 我就有一个 小于1的 这个R 有什么用呢 我要将它 造成一个 像 几何极数这样子 几何极数 那个 所谓的 公比 如果小于1 就收敛了 好 好 所以 我现在考虑 这个东西 好 我要将它变成 一个几何极数 好 那 呃 它好像是几何极数 可是CN是变来变去的 好 这个CN是一个麻烦的地方 好 所以我要 我要 做一些手脚 好 怎么做 我就 乘一个X1的N方 再除一个X1的N方 那当然一样嘛 好 当然一样 那 所以它绝对值 就等于这个绝对值 乘以这个绝对值 好 OK 那这一步是重要的 我再说一遍 CN X的N方 我先乘一个X1的N方 然后再除 然后 它的绝对值 当然是整个的绝对值 我分成两块 好 那 每一块有它的意义所在 因为 第一块 我们上面已经证明了 它是bound 第二块 当然就是等于 X 除以X1的绝对值 的N方 好 是一样的 这些绝对值 好 而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小R 好 而小R是小于E 所以 这个绝对值 是小于 M 乘以 小R的N方 而 这个 当然是一个 收敛的 级数 对不对 那 这个是conversion的 它原来就是一个 所谓的 几何级数 我们叫做所谓的 Geometric Series 这个R呢 小于E 好 那 所以 利用这个 我们 极数的一个 所谓的 comparison test 极数有很多测试法 那这个 comparison test 这个叫做所谓的 direct comparison test 如果这个收敛的话呢 它这边只是要收敛 好 那我就有呢 这个CN 这个绝对值是converge 而且呢 我这里要讲哦 这个收敛是它绝对值收敛 当然就imply它本身是收敛 就imply 好 那这一点 我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大概不能 这样再去证这些细节了 那这些应该是大家在大一的时候呢 都有学过的 这个fact是什么 是说 我如果有一个series呢 有一个极数 an是一个时数 它是converge 所谓的absolutely 或者是absolute conversion 就是如果呢 这个是可以看成是一个定义 好 可以看成是一个定义 好 是这样子 而且呢 它本身 有absolute conversion的话呢 一定表示它是converge 好 那 整个想法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有 有很多不同的test 有一个 我们刚才用的这个所谓的 direct comparison test 有 最重要的几个test 我要告诉大家 一个叫做ratial test 一个叫做root test for这个series的 那 那这些呢 完全全都是for absolute convergence的 absolute convergence有好处啊 为什么有好处 因为都是正数 我 就是am不会很大 它慢慢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那 那这个用pastial sum来看的话呢 你这个series呢 事实上是一个increasing 那个pastial sum是一个increasing sequence来的 所以 只要它是有上界 我就知道它是狩猎 所以absolute convergence呢 是比较好去讨论的 而 这几个呢 都是讨论absolute convergence 那 比如说 我们的racial test 这个是我们常用的 在这里等一会我们也要用的 这个racial test 那 是说什么 它是说 如果我的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两个 好不好 如果我们的a 它是 这个limit 有不同的写法 比如说 这个写法是可以的 它的limit是等于2 小于1 当n去上无穷的时候 那就imply 我的an 这个是absolutely convergent 我完全用绝对值来看的 那root test说什么 就是 我的an的 n分之一次方 也是 它等于r小于1 那就是imply absolute convergence 那如果它是r大于1 那就是 一定是 divergent 这个我也要写一写 用 用这个不同的颜色来讲 那在这两种状况之下 absolute convergence 就是divergent 那表面上来看 divergent的话 我的意思是说 它的绝对值是divergent 就不表示 它一定本身是divergent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可以证明的出来就是 它本身 如果r是大于1的话呢 本身这个series呢 也是要divergent的 这个是要 我要强调的 这个就是表示说 这个东西是convergent 所以这个整个图画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有相对来说 三个重要的test 那这些test呢 很多test都是 都是这个Wirestress Wirestress 给它 给它弄出来的 它对这个series呢 是非常重视 给它建立起来的 所以回来再看这个证明 我们回来再看这个证明 那我们用了一些前面有关series的东西 事实上在书上是有讲的 但是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没有办法 你这个是收敛 如果它series收敛 它的每一个项呢 就收敛 那 这个概念是重要的 这个sequence呢 一定要去向零 而且去向零的够快 我们相关的奇数才会收敛 那 这个经典的例子就是 刚才我们给举的 这个n分之一 它的尾巴是去向零的 可是它不收敛 这个series是不收敛 所以呢 你还是要够快 现在呢 我们是另外一边 就是 另外一个 一个推论就是 你series呢 是收敛 它的尾巴就是要去向零 这个是一定对的 反过来不一定对 那 好 那它去向零 它就bunded 那我就有一个m 我就利用这个m呢 就将 这个一般的像 cnxn呢 只要x呢 是满足这个条件 我就可以将它 某一个意义底下 将它变成一个 几何极数 它小于等于一个几何极数 所以呢 我就可以用所谓的 direct comparison test呢 就说明它是 convergent 而且呢 它是 absolute convergence 所以我 remark呢 我应该这样子写的 这个 或者是我在定理里边 就将它写出来了 这个是重要的 我们等于会要用的 absolutely convergent the series is absolutely convergent at any x 只要x绝对值呢 是小于x1 好 这个收敛 就导致 一个 法善的 结果 所以 我说 这个x1 如果它收敛的话呢 它里边的东西就收敛 那 如果我现在有一个点 x2 它是发散的 发散的 是diverge的 那要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 推论 利用这个lemmar呢 我就可以说 它在外面 不只是这边的外面 还有这边的外面 都是发散的 它在外面 任何一个x 带进去 这个series呢 都要发散的 为什么 因为 就是这个lemmar 如果它收敛 x2 这个点带进去 就要收敛 所以 如果我知道 在x2这个点 是发散的话呢 在外面那些点呢 带进去 这个series呢 一定要发散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 corrillary 如果 如果我的cn xn 带x2进去 是发散的 则 绝对值 比x2 绝对值大的 那些x的话呢 带进去series呢 也是要发散的 那这个基本上是用了我们的lemma 5.9 那因为如果它收敛 则 把这个5.9 我这个cnx2n方就是要convergent 那这个就跟我们的条件呢 是违背了 那所以这个是简单的 所以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分类了 给定了 一个part series 我现在用简单的 是summation的cnxn方 0到无穷 part series我们希望用0开 那你也可以 当然 你说 这个2开始 3开始重不重要 当然不重要 因为前面就是带0进去就好了 就c0等于0 c1等于0 那就OK了 那所以这个前面那个像 而且它跟那个收敛性是没有关系 这些我们都知道 好 我呢 定义 define 一个 集合 这个s 这个s是什么呢 是所有的x 大于等于0的x 使得呢 cnxn呢 是convergent 所以 更基本的来说 你给了一个sequencecn 你当然可以组成一个所谓的part series 那这个part series 这是不是代表一个数 或者是代表某一个函数 那如果你要函数的话呢 你就要带一些数进去呢 这个有值 这个是 受炼到一个时数才有意思 所以呢 我先考虑就是这个s 所有的它是 当然它是 时数的自己 甚至说它是 零无穷的自己 那 就说到大于等于0的时数 使得我带进去呢 是受炼 受炼的话呢 这个数呢 就在s里边 如果它发散的话呢 这个s 这个数就不在s里边 是这样子 好 我们呢 发觉呢 有三个状况 第一个状况 基本上没有什么x 这个是收敛的 当然 有一个保证嘛 我们刚才强调过 就是0 除了0以外 它都不收敛 那这个是第一个状况 第二个状况 你带什么x都收敛 那 反正这两个 当然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好玩 对不对 你一直是全部 都收敛 那 最好玩是第三种状况 这两种都不是 这两种都不是 那 所以 我某一些x呢 它是 它是收敛的 但是呢 又不是所有 那最重要就是 它不是第二个 它就是 存在 我可以这样子说 存在一个 存在一个 R0 0 在 0无穷里边 使得呢 是 这个 R0呢 是不在 S里边 就是它起码 不是第二种状况 好 我这个R0 R1 好不好 那 有两个 有两个 所谓的正数 一个呢 是在S里边 一个是不在 那就是 这两种 都 不对 那我这个呢 可以是开区间 好 所以 有两个 正数 一个是在S 一个是不在S 那就是 1跟2都不对的时候 那特别是 不在S里边呢 是 这个是 有趣的 怎么说 那 我就利用 这个5.10 如果它不在S 就表示说 我带进去的话呢 就是 C N X 实际上是 R0的 N方 是 Divergent 不如我再来一次吧 我再来一次 对不起 我换一下符号 意思是一样的 好 我再来一次 假设我现在有 第三种状况 它是 跟第一种 跟第二种 当然要不一样 剩下来的状况 就是第三种 所以 它既不是1 所以它有一个 正数呢 它是在S里边 它除了0以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 正数在S里边 但是它也不是所有 所以呢 它有一个正数呢 它不在S里边 那 是不是重要的是 是这个不在S的状况 意思就是 我带进去呢 它是 发散的 是这样子 那但是 5.10就告诉我们 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导致什么 X2以外的所有的X呢 都不会在 都是发散的 这以外的所有X 现在我可以考虑就是正数 这以外的所有的正数呢 都是发散的 那换句话说 是什么 换句话说就是 我如果这个是零 这个是X2 X2以外的所有正数都是 都是发散 都不会在S里边 是不是 所以我的X2 一直到无穷 它跟S呢 它不会一直在S里边 是这样子 这个是利用我的5.10 就会知道 这里都是 都是发散的 所以换句话说 X2是什么 是S的一个上界 就是S的元素呢 就是在零X2里边嘛 X2是一个上界 它一定要大约等于零 所以对于S的元素来说 它一定要大约等于零 然后呢 它要小于X2 事实上它也不会等的 因为它 X2本身就不在S里边 所以它也不会等的 That is not 就是X2呢 It's a number bound 我们又回到我们的第一章 实书的结构 这个完备性功力 有上界 必有最小上界 好 那 那个 Completeness axiom 告诉我们 这样子的话 你的S的Supremum 就要存在 好 那 这个 我就可以定义呢 这个 Supremum of S 就是一定是一个 实数 我叫这个叫做 大阿楼 好 我叫这个大阿楼 那这个大阿楼呢 当然 比X1要来得大 好 这X1只要小于 好 是这样 那其他的X怎么样子 那 就是我现在要说的 好 其他X怎么样子 所以 在图画上是这个样子 X2 是发散的 所以他外面呢 都要发散的 那我现在呢 找这个 找到一个 里边 S元素的 最小上界 就这个阿楼 那我要说什么呢 我要说 很简单 这个就是我们的 收敛半径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叫 是要阿楼 就是收敛半径 收敛半径什么意思 它的 对称的 对称的半径里边 所有点 都收敛 它外面的 所有点 都发散 这个就是我们的收敛半径 所以这个呢 是我要正的 我要正两个事情 这个是我要正的 A 所有的X 绝对只小于R 那个 converge absolutely 它是绝对收敛的 然后呢 B 所有的X 大于R 它是diversion 对 那 整个图画就 就完整了 不如我就 多花五分钟 我就可以将这两个 给它证明清楚 我们晚一点休息 那 它绝对只是 大于 小于 所以我随便选一个 我随便选一个X 不如我就当它是正数 without loss of generality 就let 这个 X呢 是大于零 小于R 它等于零 就automatic的了 我不用考虑它 我只需考虑其他的X是怎么样子 那 这个又是supremum的那个意思 所以呢 这个R呢 就是最小上界 所以X就不是上界 换句话说 就会有一个 所以这个X呢 就不可能是上界了 对不对 X is not enough bound 我就存在一个 就存在一个R在s里边 使得呢 我的R呢 我的R呢 是比X要来的大 Such that呢 X呢 是小于 等于R 它可以相等 是不是 它不是upper bound 它不是大于等于 所以这个是绝对小于 所以这个是绝对小于的 它不是upper bound 所以呢 如果是upper bound 它是大于等于 所有的A 在s里边 现在呢 它不是 所以有一个A 绝对比它大 是这个样子 这个叫R 好不好 好不好 那 好了 so 这个 CN RN converge R在s里边 而X在R的 绝对绝对比R小了 所以在5点 我们刚才的5点9 又用一次 所以我就有了 这个CN XN 就是converge converge absolutely 既然是converge 所以X如果是负的话 我看负X 对于负跟正 对于绝对收敛来说 像有负有正 没有关系 绝对以后都一样的 所以 所以 我这个 Without loss of generality 就乘 OK 所以我做了一边 我做了A部分 那 还有B部分 还有B部分 那 差不多就是 这个argument 就是5点10的argument 你在外面的 你一定要 要发散 就是说 现在这个大R呢 是在一个 好像是中介的地方 它是不是收敛 这个点 跟这个点 有没有收敛 我不知道 但是呢 里边的点一定收敛 外面的点一定发散 只有这两个点 我们不确定 我们这个定理 是这样子的 好 B部分怎么说 B部分就是说 我要整这个是外面的 都是divergent 那 这个是绝对 这个是某一个x 如果它收敛 中间就有一些点 它也要收敛 那你这个R就不是supremum 不是吗 我也不是有中介 如果你在这里外面收敛的话 你这个R根本就不是最小上界了 你的上界就起码是这个x 所以 这个是trivial的 对不对 这个B部分呢 是trivial的 就是 如果 我的x呢 是大于R 然后 这个Cnxn是收敛 收敛 则 我们这个xj的值就是 就是在s里边 那 就 这样子就是 当然抵出R是等于supremum s 所以呢 所以呢 它一定要发生 这个 summation Cnxn 一定要发生 这里还是有一些漏洞 对不起 是应该要这样子说 呃 这句话是不对的 这里讲这个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x可能是负的 那所以我这个 它负是收敛 可是它正不见得是收敛 它正了以后就不见得是收敛 所以这句话是不对的 所以我这个argument还是不行 那我要再来一次 如果是这个样子 我这个b部分说 如果我真的是有一个x 觉得就大于R 它是收敛 则 我还是要利用5.9 所以这两个lemma是非常有用的 5.9呢 随便一个r 它是在x绝对值跟r之间的话呢 它都收敛 对不对 随便一个r 在r大r跟x绝对值之间 我都有呢 这个cnrn一定要收敛 因为呢5.9就说 你收敛的话呢 你这个对称的区间 所有点里面的点都收敛 当然大r带进去也收敛 但是这个没有抵触啊 我要找一个比达r要大的东西 它收敛 那就有抵触了 抵触什么 抵触r是supremum x 对不对 那就清楚了 那这样就是清楚了 所以呢 这句话呢 这句话两个东西不能同时成立 那如果a成立的话呢 前面成立的话呢 后面的 一定不能成立 它一定要diverge 好 diverge divergent 是这样子 好 那这个是就是 我们就称呢 这个r呢 就是我们的收敛半径 等一会呢 我们就在 会在一个定理 将这些东西呢 给它记录下来 这个是我们 这个power series的一个重要的定理 有关收敛性的一个重要的定理 好 我们先休息